PS5为什么需要有Pro 因为Pro让玩家不难受 我举几个例子 都是PS独占游戏 而且都是索尼使用它的上层武功给优化的 首先第一款 新发布的最终幻想期重生 它的画面模式非常好看 但是30帧很难受 如果调成60帧流畅模式 那这个画面就会像PS4游戏了 还有去年年底发布的蜘蛛侠2 像这种动作游戏 开始我选择的是120高帧率模式 结果玩了一阵子 发现画面不对劲 好像也回到了PS4时代 玩着玩着就不想玩了 后来我就改成了4K高保真的模式 画面一下子变好了 变成次时代了 激情也来了 可惜帧率下去了 30到40 再比如两年前发布的GT7赛车 这是一个长期运营的游戏 一直在更新和优化 在比赛的时候 帧率是60帧 而且很稳很流畅 画面只能说一般 不好也不差 但如果你看比赛回放的那个录像 那个画面是非常好看的 但此时会变成30帧 小结一下 如果你在PS5上 想看到次时代的画面 那就得忍受30帧 如果想要60帧的流畅 那么画面就得回到PS4的那个时代 这种对比有个前提 那就是你得拥有一台4K分辨率的显示设备 电视显示器都可以 游戏的画面模式和帧率模式是一眼可见的差别 我估计有些同学又会说了 像对马岛之魂 还有恶魔之魂重制版等等 它在PS5上是可以4K60帧游玩的 画面帧率全都要 全有了 这又怎么解释呢 上面说的这两个游戏都是PS5发布初期的游戏 像这台老游戏 它的画面跟现在的这种新游戏 比如《追踪幻想7重生》的画面 从文理细节 环境光照 打斗特效 光影效果 整体质感等各方面 大概会有半个时代的差别 PS5初期发布的游戏的画面 相对现代的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就拿《追踪幻想7重制版》 自己跟自己比 第一张PS5版是2021年6月发布的 第二张是2024年3月发布的 三年时间画面进步可是不小的 回到正题 为什么需要PS5 Pro PS6大概率会在2027年前后发布 从现在到2027年还有三年时间 这三年时间发布的游戏画面会越来越好 我估计有的同学又会说了 索尼的优化也会越来越好 它会把PS5的性能机能发挥到极致给它榨干 我把画先放这儿 咱们就拿《追踪幻想7重生》这个游戏的 高保真模式的画面级别为例 即便它们再优化三年 估计也很难优化出60帧 这个优化是可以有加成的 但是是那种10%的加成 如果你想要百分之百 那是优化能做到的吗 那得花钱啊 你们觉得呢 所以我还是之前的观点 就算发布了PS5 Pro 然后PS5也会继续卖 因为它是一个保底的东西 是一个基础款 这个PS5 Pro是给那些副歌 或者对价格不太敏感的用户 又全都想要的用户准备的 估计销量肯定不如基础款的PS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